《新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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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0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APEX峰會上 拜習會面成為全球焦點 就在美中高層會面的同時 另一場歷史性的會議也同時召開 有來自17個國家的國防部長和代表 應南韓國防部的邀請 在首爾舉行重要會議 會後還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如果朝鮮半島重新發生敵對行動 並挑戰聯合國和大韓民國安全 各國將團結在一起 幫助南韓抵禦來自北韓的任何攻擊 這個聲明一出 北京立即反面 美國之音報導 這17個國家是聯合國軍司令部成員 這是一支多國軍事部隊 維持朝鮮半島南北方之間的停火 朝鮮半島一旦爆發衝突 這17個成員國將協調部署 武器和部隊支持南韓 雖然幾個聯合國軍司令部成員 一直參加美國和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練 但近日舉行這次會議非同一般 標誌著聯合國軍司令部70年前建立以來 來自非洲、歐洲、中東、北美和南美的成員國首次齊聚一堂 報導說17國聯合聲明令一直背後支持北韓的北京當局怒不可置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在北京公開批評了聯合國軍司令部 毛寧說有些國家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舉行會議 挑動對抗、製造緊張 是在為半島局勢火上添油 為此資深媒體人唐正遠對《希望之聲》分析 這份聲明其實非常巧妙地用中共的矛去搓中共的盾 就是因為中共它自己尤其是習近平當政以來 為了想要推翻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就另搞了一套 說中共是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所維持的這個秩序 這樣它就自己面臨自相矛盾 聯合國當時所通過的84號決議 它的合法性到現在都一直是成立的 這樣按道理說中共是要支持的 所以這樣一來就會令中共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 除非說明中共支持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說法 完全是一個謊言 如果不是就必須要支持聯合國軍司令部所發布的這份聲明 去反對北韓對南韓的挑釁侵略 亞太戰略中心副總裁馬克思維爾說 北京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因為聯合國安理會第82號和85號決議 為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成立和運作提供了合法性 這些決議仍然有效 從未被廢除 馬克思維爾分析 北京的目的就是企圖解散聯合國軍司令部 以能將美軍趕出半島 從而令北韓掌握軍事和政治優勢 中共的長期目標是將美軍趕出亞洲大陸 17國在此時突然發表聲明 重新保衛南韓的決心 意味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整個世界上的這些主流國家 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境角度 在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爆發之後 第三場戰爭很有可能會發生在印太地區 朝鮮半島就是屬於風險最高的地區之一 整個國際社會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三場戰爭 他們其實之間是有一種連動關係的 美國之音引述專家的話說 在中俄超想要改變領土現象之際 17國的會議意義重大 向北韓發出威懾信號 並且加強了美國對台灣的防衛承諾 前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特別助理 拉爾夫科薩認為 在美國有可能捲入台灣或南海突發事件的情況下 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北韓的威懾至關重要 外界一直擔心 美國在其他地方如果陷入困境 北韓可能利用兩岸衝突來對抗南韓 因此對於其他聯合國軍司令部成員國來說 他們準備好填補任何空缺 一點至關重要 專家也說 聯合國軍司令部在南韓的行動 將確保美軍能將資源投入保衛台灣 同時又不會削弱對北韓的威懾力 值得關注的是 11月15日 拜登與中共黨魁舉行會談後 美國發表聲明 強調美國與中共正在競爭 美國將永遠捍衛自己的利益 價值觀及其盟友和夥伴 美國支持一個自由與開放 互相聯繫、繁榮、安全和堅韌的印太地區 聲明重申了美國對捍衛、印太盟友的鋼鐵般承諾 與此同時 美海軍陸戰隊在駐日本沖繩營地 舉行了第12海軍陸戰隊海岸團成立儀式 重點任務是發揮它的機動性 美日都認為台海一旦爆發戰爭 中共可能佔有戰略優勢 所以在增援軍力到達之前 最前線的部隊阻止中共進攻就成為關鍵 而除了常規部署外 美國正加速利用人工智能 佔領戰略制高位 美國防暴副部長希克斯近日披露 5個大樓宣布啟動複製者計劃 當開發數千套海陸空AI系統 力求小巧智能低成本 幫助美國瓦解中共軍艦多、導彈多、 部隊人數多的優勢 17個發表這份聲明 正好是在這次APEX會議的舉行期間 這17個國家中掌握的當然就是美國了 說明美國政府其實非常清醒 一點都沒有受到習近平這個 所謂的送上門來的中美關係的緩和 所謂中美和平共存這種謊言欺騙 說明一個情況 美國現在處於你要談我就跟你談 但是我該做什麼事繼續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這個現象 就在習近平在美國和拜登會談的期間 美國國防部長明確地表示 對台灣的軍售要加快速度交付 與此同時再加上17國的支持南韓這份聲明 他都表明美國現在是非常認真地看待下一場戰爭 可能會要爆發的風險 一個是台海 一個當然就是朝鮮半島 從側面說明 拜登政府對習近平絕對是不信任的 他現在依然在全力以赴威懾中共 防止他再挑起第三場戰爭 近日傳出北京豪宅出現大規模退房 上海學區房價格跌回6年前 專家認為中國房地產業全面崩潰 據專造豪宅的機構公佈了10月份的北京豪宅市場報告顯示 現在新房豪宅市場的庫存還有4,500套 如果按照每個月300套來說 全部賣完需要4年 豪宅降價甩賣二手房 二手房庫存量暴漲,每天降價 而新房打至優惠速消液加大 又迫使二手房繼續降價 之前受政策刺激而下了定金的人有點後悔了 開始退房 但退房按照合同約定要賠償總房額的20% 還需要得到受房集團負責人的簽字 有房產經紀人說 有幾個購房人已經交了近20萬訂金 後來連訂金都不要了 退房還有其他原因 一是突然面臨裁員失業 還貸壓力大 二是舊房賣不出去 沒有足夠資金支付新房首期和簽約 而上海最核心地段的學區房價格也暴跌 最貼近世紀大道地鐵站 僅輪商場的媒員片區四街坊 中介表示,價格跌回2017年 數據顯示,當前利率政策刺激效應已過 房價又跌回到政策出台前 10月份,70個大宗城市中 有67個城市二手房價比9月下降 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環比下降都超過0.5% 北京降幅最大為1.1% 諸葛資料研究中心統計發現 房地產開發投資已連續18個月維持負增長 特別是新開工意願不足,導致整體投資額下降 日本金融服務機構《野村證券》在15日公佈的一份報告表示 估計中國有大約2,000萬套未完工的預售樓 要完成這筆爛尾樓,大約需要32,000億元人民幣 開發商普遍存在嚴重的信用危機,無法交流問題 這將會變成一個危及穩定的社會問題 旅美中國企業家孟軍日前對大紀元表示 今年是中國整體經濟最差的一年 比疫情清零那三年還要差,外資幾乎已經全部撤離 房地產行業整個屯滅,現在整個金融行業的危機隨時會爆了 只是中共各媒體不准報 18日一名一位涉嫌羅用公司幾百萬元人民幣被通緝 隨後潛逃到摩洛哥的中國男子被引導回中國大陸 大陸傳媒說這名男子羅某是一間公司的財務主管 他使用該公司銀行帳戶的密碼 將資金轉入他的個人帳戶 上海警方在2020年2月對該男子立案 據稱這是2021年中摩引渡條約生效後手中成功案例 摩洛哥警方在4月拘捕了他 法院在10月下場批准了他的引渡 中共官員在18日將他帶回上海 根據非政府組織保護衛視網站1月25日的報導 中共已經與45個國家批准了引渡條約 另外與14個國家的條約 需要雙方或一方完成批准使它生效 保護衛視在2022年引渡問題的系列報告中 認為將任何人引渡到中國大陸 都違反了國際不遣返原則 該原則規定 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轉移到一個 有可能受到迫害和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 人權組織保護衛視 研究了2018年的案例發現 以正常司法程序引渡疑犯的方式 在中國追逃海外疑犯當中只佔百分之一 除了針對官方宣稱的經濟犯、貪官 明顯還用來打擊政治異見者和人權人士 人權組織保護衛視研究員陳彥廷 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越來越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的機制 促使其他國家配合 又例如表面是引渡 中國在背地裡還會用一些非法的手段 來配搭正規的引渡 長期追蹤類似案件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 中國分部主任李查心說得更直白 北京肯定會用這個案例 再去敦促其他國家的政府 答應類似的引渡請求 被北京提出引渡要求 或者外交保證的國家 不要漠視擺在眼前的現實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18日江澤民曾慶紅派系背景的香港01發表文章 題目是《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俄羅斯、日本、歐洲怎麼辦? 奉承普京不得不接受已經淪為二流大國的現實 暗示普京對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怨恨 外界認為這個標題真正要說的是俄羅斯怎麼辦 與此同時,該網站還發表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 普京說 俄羅斯和中國關係從未達到如此高度和質量 包括高度信任 據俄衛網稱,普京表示 俄中關係從未達到如此高度和質量 包括高度信任 阿波羅網評論認為,普京這番話給人一種心虛的感覺 而江澤民曾慶紅派系所發的這兩篇文章之間 也形成了某種潛在聯繫 在第一篇文章中,文章特意強調之前 談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時,一般中國都會在後面加上之一兩字 表述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這一次很乾脆,沒有了之一,這是被普京雙口上灑鹽 文章說,尤其作為傳統強國 且繼承了蘇聯基本盤的俄羅斯 聽到這樣的表述,可能會百感交集 甚至會表示質疑 但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在這個以實力為基礎劃分江湖地位的世界 你沒了這個實力了,不管早上有多這麼富裕 有多了不起,都沒用 都得復應與這個殘酷的現實 俄羅斯因為經濟、科技、民生近二十多年來一落千丈 俄羅斯戰爭更是與國家形象與實力地位帶來了災難性影響 也喪失了原本可以三足鼎立與中美平起平坐的地位 以後將不得不接受已經淪為二流大國的現實 文章繼續灑鹽,當然灑的鹽越多,普京對習近平的怨恨越重 文章說,中美兩個關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媲美盟友 進入九十年代至本世紀的頭過十年,雖然磨擦不斷 根深蒂固的反共傳統決定了 在民族意識中就長期關注著反共基因 這一點是一百年不會變,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 任何時候都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APEX峰會期間,閉集會佔據了世界主流媒體的頭版和頭條 人們關注美中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緊張 和對抗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時 CNBC週三發表的一篇文章注意到 俄羅斯國家媒體在有關三藩市的報導中 明顯帶有一定的行災樂禍的味道 他們更關注的是美中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洪溝 而非兩國可能會為緩和關係作出多少合作 克尼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事實是,兩國要發展雙邊關係 這是他們的權利,這並不是我們廣泛關注的一個議題 另外,19日網上異傳短片顯示 APEX會議上拜登突然從座椅上跳起 主動走向習近平勾肩搭背握手拍肩頭 有人分析認為,應該是前一天在新聞發布會上 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布林肯就未搖頭 拜登也覺得此時不是強調習系獨裁者的時機 還是應該給習近平足夠的輿論空間華麗轉身,氣鵝向尾 拜登主動示好彌補之前失言 而在拜習會第二天,紐約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盧勒表示 中共是我們在世界上最大的地緣政治敵人 它與伊朗、俄羅斯和北韓結成邪惡聯盟 它們採取的集體行動只在破壞和顛覆美國 以及我們在世界各地盟友的穩定 中共是恐怖活動的最大國家支持者 中共利用出售伊朗石油、尼茲佐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恐怖行動 美國政府必須清醒,堅決地應對中共 它們不是我們的盟友 外丁堡動物園公佈 英國唯一一對大熊貓甜甜和陽光 在旅居12年之後,將在下個月初返回中國 兩隻熊貓在2011年12月抵達外丁堡 根據英方和中方簽署的協議 原定於2021年回國 但因為新冠疫情而延長兩年 天空新聞網Skynews 17日報導 外丁堡動物園兩隻中國大熊貓的管社 將在這月30日起關閉 工作人員正為這對大熊貓 12月初返回中國做準備 2011年12月 作為蘇格蘭皇家動物學會 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 達成的為期十年協議 兩隻熊貓被送抵外丁堡 後來協議延期兩年 這月較早時 華盛頓動物園的三隻熊貓 離美反華 亞特蘭大動物園成為美國唯一還有大熊貓的地方 不過 熊貓遭任協議明年到期後 亞特蘭大動物園的四隻大熊貓 也有可能返回中國 如果這樣 美國由1972年起 將首次出現全國都看不到大熊貓的局面 此外 中共在進行熊貓外交時期 也曾向很多其他國家贈送或租借大熊貓 澳洲也正在與中國談判 看看能否延續 亞特萊德動物園兩隻熊貓的租任協議 有分析認為 大熊貓因為協議達成而來到美國 也因協議其滿意反華 本來無可後非 但由於美國的大熊貓陸續離美反華 恰逢美中關係日益惡化 雙方爭吵多於合作之際 因此為外界帶來熊貓外交受終正寢的聯想 這次APEX峰會 習近平稱 願意繼續進行美中大熊貓保護合作 暗示更多大熊貓將會到美國 不過 美國媒體《政治》曾報道表示 未來美中通過談判 可能還會安排中國大熊貓入住美國動物園 但美國總統出席熊貓歡迎儀式的日子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